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好 这里是越讲越有你 我是石头 今天在我们的节目是时事评论员 老乔女士的老乔佬 你好 大家好 普京无视国际谴责 一意孤行对占领了沃尔兰四个州进行了假公投 结果也是大家的预料之中 但是普京这样做 没有想过有后果 这件事在众目睽睽之下去做 对于美国为主的西方阵营 冲击非常大 包括以后提供什么武器给乌克兰 如何应对普京口中的核武 能源问题可否解决 今天请老乔佬来和我们分析一下 最近我们比较开放了 可以去喝茶 我们喝茶吃包的时候 其实世界上的另一个 发生了很重要的事情 根据美国人他作了一个沙盘推演 他说如果真的有核武 大家有核战的话 就有9千万人会死 世界会大乱 世界上的每一个人都会严重的受到影响 就说回普京的疯狂 他宣布了部分的动员令 他叫做部分 他们想动员200万 但他表面上就说30万 就随便去拉人入役 这些都是集牌军来的 很多照片我们都看到 都是集牌军来的 这些人都是缺乏训练的 所以有些人就说现在普京是大屠杀自己的人 普京的自己人 他的官方当然不是这么说 他诸多的辩驳 就说里面我们没有拉大学生的 也都不会用现在现役的兵力来参加军事行动的 他解释就是最主要就是要控制 一千多公里长的战线和已占的土地 基本上就是说在乌克兰东部的努金斯克 顿涅慈克 到南边的克尔崇和扎波罗尔 这些地方 他这样做 大家都觉得他当然是补充这个人缘 就是前线的士兵 从二月作战到现在已经疲蔽不堪的了 所以普京要给他们休息一下 有新兵度就可以为普京争取到时间了 他们会想着是打到冬天到都会继续打的 但是我们看到这些士兵除了他的集派军之外 完全没有什么受过训练之外 用的武器都是很古旧的 AK步枪这些东西 专家都说你要一个士兵能够上战场 是特别是现在的战争下 就是非常之复杂 起码要几个月 那这些人已经在上战场了 那另一方面当然就是壮丁出途了 我们看到很多了 很多的短片 很多的照片 但是他逃去芬蘭 逃去蒙古 逃去这个乔治 哈萨克 现在计算到今天为止 大概都25、6万这样 大家要留意一点就是 很多俄罗斯人都想走 但是他们不是住在边境旁边 也都没有钱搭飞机或者有这样的交通工具 从一个复原这么大的国家 飞到去边境地区 所以要走的人其实是很多 只不过这些幸运的20多万人 他们是可以去到边境 所以他们可以走了 那我访问他那时候 很多年轻人都说 我们不想杀人也不想被杀 那英国国防部他这个星期四 就是昨天都说了 他说这次走的人多数都是比较有钱的 起码有钱买机票 下次再次可以去到边境了 也都是受过良好的教育的 那这些人可能得到的资讯是比较正确的 根据这个财富情报公司的 New World Wealth的资料 现在其实从3月到现在 已经有1万5千名 这些俄罗斯8万富翁已经是走的了 那这种情况就是 人财外流都很重要 走亲的都是年轻人 走亲的都是比较教育 水准比较高 而且有很多是有钱人 那现在美国都叫双重国籍的 美国人叫他们快点走 因为在俄罗斯 俄罗斯很可能不承认双重国籍 所以你是有美国籍都没用 他就会征你入兵的了 要你服兵役的了 那所以现在就是有这样的情况 其他一些其他国家都跟进 这次俄罗斯这么多的逃兵 所谓的逃兵 其实他们都不是逃兵 那他的情景和乌克兰当初是很相同 很多人是走向边境逃离 甚至载单车的都有 走路的都有 但是内涵是很不一样的 乌克兰的2、3月 我们看到很多的老人 女人、小孩子去边境 走去其他国家 留下的是男人 但是这次俄罗斯 很多男人要出走 将他们的妻女 或者母亲、父亲 就留在境内 所以情景相同 但是内涵就很不一样了 那为什么要走呢? 当然这个问题好像很简单 其实就是普京叫这次战争 当初叫做特别军事行动 他从来没有说这是一个战争 所以大家以为 永远都是正规军会出去打 永远跟普通人无关 而且里面 普京就宣传是压倒性的 所以大家都信以为真 因为俄罗斯 那些人是比较信普京 真是解释为什么 在这个情况之下 现在就穿了布 第一 第一 这个特别军事行动 已经变成了一个维国的战争 因为他拿了四个州 这些是俄罗斯的土地 烏克兰现在想拿回 他就觉得他是侵略俄罗斯 所以是一个维国战争 性质变了 所以就可以征兵 第二 现在大家都知道 原来俄国是输得这么惨的 有些国家就已经说了 我们上一期都说了 波罗的海三个国家就说 我们是绝对不会收俄罗斯的难民 芬兰政府也都宣布不再收了 芬兰其实已经入了很多人了 有些欧洲国家在这里说 俄罗斯人一点都不值得帮 俄罗斯人是冷血的 你说他洗脑也好 他自私自利也好 在乌克兰这么大灾难的时候 他们极度冷卧 而且今年的夏天 俄罗斯听说非常之好 天气很好 大家就是尽情地去享受夏天 他说第一个 这个是他们冷卧 所以不值得帮他们 第二个就说 他们已经洗脑到差不多 到了地步 就是他们完全是听了普京 可能他们有些 有些少少的不信 有些少少的疑问 但是抓低不去想 抓低看不到 所以是非常可耻的 这个也是因为他们洗脑 你这样形容俄罗斯人 其实是中国人的翻版 如果是这样 如果真的中共去打台湾的时候 在大陆也是要捉撞钉的时候 可能很多人都认为 中国人不值得帮 包括了当年 反送中期间 多少大陆的人 都是帮助中共政府 来罵香港人 那在俄罗斯 其实就是 普京一直都是用面包契约的 面包契约 就是说对人的生活 都是比较照顾的 俄罗斯的福利 是比中国大陆好很多的 曾经有中国网友 比较 就是中共和俄罗斯 对人民的福利 俄罗斯是很好的福利 其中包括就是他们的健保 医保 那些什么 另外就是也有少少的自由 叫做可以自己去选总统 也都有很多社交媒体 就是这些社交媒体 在俄罗斯都是可以用的 所以大家就觉得生活都很不错 那普京用这一件事来换 他的绝对的权力 再加上他不停地说 要将俄罗斯 恢复到一个非常之 荣光的帝国里面 所以现在来说 一切的东西都成为一个空谈 大家开始觉得 原来自己被人欺骗 那现在就考验俄罗斯人 究竟他们会不会醒 他们很多人都醒了 走的全部都醒了 后面的家人全部都醒了 还有多少人 他们是终于站起来 和普京说No 就是在考验俄罗斯人 也在考验普京的洗脑术 究竟效果去到哪 这件事我们可以观察 其实我们经常说 中共的意识形态滲透 非常之厉害 俄罗斯就是老祖宗 当年的苏联克格波 就是普京出来的地方 拒组克格波的人 那里就是 共产治下的意识形态的老祖宗 所以你说俄罗斯的人被普京欺骗了 其实一点都不奇怪 第二个 现在我们经常说 俄罗斯说了 他是用核武这个可能性 俄罗斯里面有些官员也出来说 你不要认为普京是虚张声势 我们上次也提到德国的前总理 这个默克尔也都说了 所以很多人认为俄罗斯 这个普京他颠到的地步 他是完全排除这个可能性 普京是会用核武这个可能性的 而拜登呢 他就接受一个CBS的60分钟採访的时候 就不肯说 他说我是不会告诉你 我们究竟会怎样对付俄罗斯的核武 我们是不会告诉你 他们怎样做呢 我们就有怎样的反应 那美国有很多人出来表态 这些当然都是官方的 包括了一些前任的官员 和现任的官员 包括了这个沙利文 这个白国安全顾问沙利文 还有布林肯 还有五个大楼的新闻秘书 他叫做Pat Ryder 都出来说话 他们的口径和这个拜登是一样的 就是说 我们不会告诉他们 我们会做些什么 我们不会透露 我们也都不会和他针锋相对 和大家在口头上互相的 他可以去威胁我们 但是我们不会这样做 但是我们都不会怕 最重要就是不会怕 这样 我自己在西方里面 生活了都很久 我就觉得西方人 在一个关键时刻 他们往往有这种的表现 就是不会怕 对他们来说是很重要的 那么我记得以前 我在我的邻居里面 我们的轮舍那里 有一些女孩被强奸的 那些晚上 就有很多人 就点着蠟燭出来 在一个邻居里面游行 不停地说 你这件事 我们是不会怕 我是会制止你的 我觉得他们在他们的基因里面 不会怕一件很重要的东西 所以我们觉得 就是美国也都是 就是以次世界大战之后 它都没有用过核武的 以前的60年代的古巴危机 也都是 后来都没有用核武的一个这样的地步 所以美国能不能够沉着地去应战 很冷静 理性地去对待这件事情 而且有一套行之有效的方案 真是俄罗斯 是会出核武的时候 美国怎样去应付 我们现在听到一些消息 无法证实 美国已经出动了 很特别的一些飞行器 准确 俄罗斯究竟是否用 但我们也听到另外一些消息 你要真是知道 俄罗斯用核武器 其实都不是那么容易的 那我们这件事就考验了美国 现在的问题就在这里了 有核武 打不打得呢 打出去行不行呢 其实这个和高科技有关 那现在也看到了 Elen Musk说到了 他如果俄罗斯是用核武的话 可能他会把俄罗斯发出来的核武 打回他们自己 那这个就是高科技战 那就是这个军备方面 如何支援 他9月28日 即是星期三 就向乌克兰提供新的 11亿美元的援助 里面有很多东西 其中再加18套的海马斯 海马斯大家都知道 是高机动火箭炮系统 是非常之有效的 俄罗斯在9月初 为什么输给烏克兰和海马斯 都很有关系 但是计到现在呢 美国已经向烏克兰提供了 34套海马斯了 还有呢 就是美国自2月到现在呢 已经是给了烏克兰 162亿美元的了 而且这条数是会继续增加的 就是这一次的海马斯呢 美国说了呢 就不会这么快 就供应到给这个烏克兰的 大概6到24个月 但是在他说这件事的期间 我们明白到 美国想表达的事情 就说他会长期支持 烏克兰是24个月 两年 你要打我和你慢慢打 我就是长期支持他的 但是在欧洲 不是每个都好像美国那样的 英国好些 波罗的海 这三国也都是相当不错 但是呢 其他的欧洲最大的国家 比如德国 都目前呢 他的军事援助只有12亿美元 法国不到8亿 意大利呢 大概是2亿美元 就是用的钱是很少的 但是呢 就欧盟外交和安全政策高级代表 他叫做Joseph Borough 他也都在说 他就说 大部分欧洲北约的成员呢 就已经 他们的军事储备 已经去到差不多了 要给的已经给了 烏克兰的了 所以这里的问题就是 欧洲会不会撑得下去呢 他们会不会继续 长期的 好像美国那样 打算去帮助烏克兰呢 这个是非常之考验欧洲 但是欧洲 我也都觉得他没有什么选择 真的用核武的时候 欧洲就首当其冲 但是我们都要看看 这个我们来看看 现在来讲的情细 起码口头上 他们都是非常之强硬的 俄罗斯侵略烏克兰这个事件 中共到现在 都没有表态 或谴责俄罗斯 而佔了这四个州 而且也都 投票所谓 归送俄罗斯的这个过程之中 中共也都没有出声 包括在联合国的投票里面 都是投棄权票的 看来中共现在的位置 真是两边都不是人 那究竟路桥的看法又是怎样呢 我们这个节目的完整版本 将会放在希望知情里面 希望大家去希望知情订阅一下 就可以看到了 下面有个链子 就可以去希望知情订阅 用一个email就可以订阅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记得去希望知情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